如果我們在做Nini Nugget的時候 可能會有不同的OK比 然後今天可能大家已經不知道說 往後就是一般的後滾或者是後跑時的 那為什麼說會需要做到比較大的翻滾的動作 是因為其實主要是我們必須要去適應不同的對手他的能力 因為當然如果在初期的時候 我很確定對手的程度可能跟我差不多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兩個都可以做出一模一樣 往後倒或者是往後滾的方式 但是今天或許大家時間練習長了 一定會遇到比較強的對手 那我覺得假設我的對手也是很強的 跟我實力有差非常厲害 那今天如果他今天做出Nini Nugget的時候 他今天做的方法是整個這樣確實的往下 那之後再往下插一下的話 那我再去用原本的方式 就是最一開始學習的往後倒或往後滾的方式 或許不適應 而且很容易發生一個問題就是 今天對手他做的很快 然後他的動作跟我預料的方向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或許我希望是他直接把我往後推 然後我找到後倒後滾的方向 可是有時候可能就會發生 這樣子 我今天做下去 就是會卡住 然後這樣變成這樣子 這個是 當然這個對手他都做的沒有錯 但是對我來說這個動作非常危險 所以我今天必須要去試著去 調整我的身體 就是 我今天都是 我們今天很習慣 來往前往後 或者是 就是正面的這個移動 那我們今天必須要去習慣 所以我今天再往下 到這邊大概就是 但是上到這一步說 我就不要去 調整我的身體層 第一個 至少我的目標是 面對著對手 因為 我們講說 你要去 把注意力放在你說對手身上 因為這樣保持你的產生 不管你今天是在 就是不管你在做之前 或者是做過程當中 甚至是你已經把整個動作全部都做完 都必須要保持你的安靜 至少 我今天讓他轉過來 就是我已經要 必須要慢慢去習慣 我的身體 有一個 轉動的過程 讓他轉到這個方向位置的時候 我才能夠去做 比較適合的 一臂咪尼尼尼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做 你的對手才會比較好做 就是當 先 你正面打 做例子 就是當你在做的時候 就盡量 對跑就到對手後面的時候 然後當他下來的時候 通常先做一個正常動作 我們先模擬一下他的回道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他帶到這邊 所以你再做 如果轉換的時候你這個動作也要做確實 一樣給他一個下去的力 不然的話你就會變成單體的拉走他而已 這樣其實是沒什麼效果 就是你的效果會大直 我就希望你的手跟你的腳能夠同時做 然後一起放下來 然後手舉起來 然後讓他背後這樣摔 就希望你在做的時候 希望你可以每一個動作都做確實 確保你的力量是有放出來 讓你的對手也會比較好借助的力氣去完成一個便利 那就是要踩進去一點 就是盡量讓你的對手跟你的距離不要拉得太遠 因為如果你拉得太遠的話 這樣他其實也不好翻 讓他變成他只能自己做一個便利 這樣其實不太好 我希望你可以近一點 這樣會比較好控制你的對手 我希望你可以先騎一個人蹲著 蹲著像這樣 他們走過去 一開始會推薦抓著他的腰帶 這樣你比較有一個固定的點可以支撐這樣 然後這樣就很簡單 就抓著他的腰帶然後翻過去 對 還蠻簡單的 如果你一開始 不敢翻過去的話 就這樣 可以請他抓著你 或是你就自己踏推過去 等你漸漸習慣之後就可以 請他加一點力量給你 然後盡量左右邊都要練 然後盡量左右邊都要練 那幾對什麼站起來 就一樣 不太一樣 先從 抓腰帶開始 抓著 抓緊 然後切拐一個軌道 然後下去 然後換邊 像這樣 你可以注意到我剛才手都是第一個先排好地板 那動作是在做支撐 那用力是為了讓你的腳在落地的時候 衝擊力比較不會那麼大 這樣的話你落地的時候比較不容易傷到直接腳塊 還是還是膝蓋什麼的 對 反正就第一時間 除了做翻轉動作之外 你的手 就一樣 去拍地板同時看能不能 進行一個支撐的動作 來進行緩衝這樣子 然後我們漸漸習慣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進行一個演舞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一粒運慣是一個 還蠻消耗體力的動作 我們就要透過這個方式來訓練我們的體力 這樣就可以確保我們演舞的時候 不會 Stay的先跟狗一樣這樣 在過程中你要維持住採集 因為空翻算是一種稍微有一點點危險性的動作這樣 他們會透過採集這樣的事情來提示自己的體重能力 畢竟如果你有東西可以一直盯著看的話 你的集中能力應該會稍微有一點點上升的樣子 各位應該可能有稍微有一點點體會這樣 就是你在翻的過程中 你不要廢去指向地板 因為如果你背 如果朝著地板的話 你可能就翻不過去 你就只能做方向後倒這樣 這樣慢慢就做不太行 那我的建議是 可能你要 可以把身體稍微轉一下 起碼像是這樣 或許可以像這樣 起碼要面朝著對手這樣 然後你就會比較容易做一個空翻的動作 那如果你再多一點 胸口朝地板也是可以 反正就是不要去朝將地板這樣子 像今天這樣子 具有側面的翻滾動作 那我們今天在做側面翻滾動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具有側面的動作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就已經不能自己跳 或許在一些其他的發殺裡面 他是可以讓你自己去 主動的去跳躍去閃避對手 但是今天在做一例面 他可以說如果今天發生主動跳的話 第一個是如果他今天做的 他今天對手做法 或許是控制我的脖子的時候 那今天如果我今天做的這樣子 往下 然後到這邊 我是卡在他摩托上 這個時候他卻自己跳了 那可能他的脖子就 會發生意外 好那如果今天我今天做的比較慢 首先就是做的動作稍微慢一點點 可是他這個時候自己跳 就會發生 我看到了 我的動作明明就很慢 可是他卻能夠自己中間 突然就變得很快 然後自己跳下去 這個時候 除了畫面上 我們在演舞的時候 這個畫面其實看起來會很明顯 就是好像他很怪怪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比較回歸根本 這樣子對我 對他的練習效果其實都很差 變成就是 我們兩個前面 確實是在練習 一對一的技巧 但是到最後變成就是 我就只是做好我的工作 然後他就只是 跳他自己 所以 今天在做5平米的時候 至少盡量都不要自己跳 我要 作為動力 我也要確實的把力量 和我要做的動作 完全的做出來 然後他 今天做5平 他就必須要去 去了解到 我跟他之間的動作 到底兩個人分別在什麼位置 就是自己的位置 和對手的位置 因為通常我們可能先 顧慮到自己的位置的時候 才會花時間去顧慮對手 那當然 其實大家練習越來越久的時候 一定最後可以 必須要去在 越短的時間之內 去越了解這些事情 所以 今天就可以去做成 往下 到這邊的時候 他很確定我要摸我 他到這邊 他今天轉向就可以 這種轉向 他這邊向我的方向 然後去 像這樣子 而且 今天如果適應的方向是 如果 我今天只做 上面也沒關係 因為他已經很確定 他能夠承受到 這一種的技法的時候 那我也可以 盡全力的去施展 我想做心而不是 再需要靠我們兩個 我互相的配合說 好 我今天就是躺到這邊 然後往下 他今天就是自己 這樣子 然後 就這樣子而已 這樣子其實會變成 練習的效果 反而我們還出兩個一天 都把自己的能力提高了 那 我要當 Dolly或當OK 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都可以盡量的去 達成 不管是對手想要做快 做大力 然後我都可以去 給他適當的 練習的環境 再來就是你翻的時候 你希望你 下去的時候 腳就直接抬到 這樣的話 你 比較不容易上腰 因為如果你 通常 翻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很快的動作 如果突然這樣往下拉的話 你這邊可能會有一個拉傷的 可能會拉傷 可能會拉傷 那如果你透過 做這個動作的話 你比較不容易去拉傷 而且 你就像一個 翹翹爬一樣 會比較 以這個維持點 你會比較好翻 因為如果你這樣翻的話 你就只能自己跳 而不是 就只有 跳 你就只有上下 而沒有旋轉 那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你會給自己加一個旋轉的力量 你會比較好過去 這樣 那你接下來就必須要去適應的 像我們剛才談到了 就是往下 這邊 然後你必須要他有很快的 能夠到這個位置 然後轉向身體 去做相對的動作 然後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也可以藉由去 抓住我背後的衣服 一小腳 或者可能對手 他的腰帶 他就可以去定位到自己的位置 而且給你一個 就是說 我即便他今天被他做失敗 然後他至少 這邊 都還可以抓住 這樣子至少 我們已經 雖然他其實有一定的危險性 因為畢竟頭下腳上的工作 他一定有一定危險 可是至少 還是可以在過程裡面 做出所謂基本的安全保護 才不會發生一些就是 頭部撞擊 盡量減少頭部撞擊的意外 然後除了對手他抓住後面的衣服之外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今天如果有 可以的話也可以去抓住對手的衣服 這樣子 就是很確實的在保護他的恐怖 這樣再往下的時候 即便他今天我今天腳 換成我做錯了 我不小心就是這樣子 我也可以 幫他保護 我會抓緊 要抓緊喔 因為如果你沒抓緊 你滑下來的話 就會直接 這樣子 這樣子 在做過關的動作的時候 我是覺得 在做過關的動作的時候 我是覺得 希望可以抓住他來依你 這樣他在做 Ukemi的時候 就算他 中途美麗或者是出了什麼意外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 你時刻下 你可以拉他一把 這樣你會在 當整個練習的時候 你會 讓你對手 比較安全 現在先 來試一個簡單 正常的優勢 練習的時候你可以請 對手抓著你的皮靈 然後 這樣的話 有一個優點就是 他可以控制你的方向 對 請他控制你的方向 這樣的話 你比較不會 飛去一些奇怪的地方 這樣子 如果先 真的這樣子 Ukemi 他想要做好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試著去加速度 加力量 而且 增加力 比如這樣子 除了 Ukemimi 本身他的動作細節 就是不管是Ukemi 或者是後面的 Ukemi 動作 我們都可以去 這些細節本來 就得要去慢慢的把握 然後再來就是他可以 練習到你的體力 還有點心肺 而且在 我們越做越快 或許今天做了 八次 十六次 甚至更多次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可以 訓練到自己就是 專注度 而且還有藍性 就是我今天被做 我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起身一起來 就是可以把握 所有的藍性 去對著我的 兜力 這樣子的時候 就是可以開始 去練習 被耐力 然後到你的藍性 你的精神 你的精神 都可以慢慢去練習 這樣就不會是說 只有最一開始 我們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可能做個三四次 接下來 動作就會開始 變得搖搖晃晃 或者是我們的身體中心 會開始會 中間就會 有 或者是 到自己沒有辦法掌握的程度 所以 這些 這些控制自己的身體方式 就是我們在練習 這種 比較 動作比較大 的典型的時候 可以帶來的好處 而且也是我們 必須要注意的點 如果我們平時 找不到對手練習 的話 我們可以 自己做一個自作的練習 可以先從 最簡單的前骨開始 肩滾的流程 到致上 我們就這樣子 開始可以先從 首先 撐地板 然後 盡量靠近 地板 但 不是用頭去頂 就盡量的頭 要往我補置 那邊縮 然後 屁股 記得抬起來 然後腳 可以稍微 稍微踢一下 去補助你 做一個 翻滾來工作 就盡量頭不要去頂到 地板 因為你頭頂到地板 那你手 又沒撐好的時候 脖子 可能會 會有一點點是 像是打籃球那樣 擠到的感覺 因為很不舒服 就有點 像隧道怎麼感覺這樣 最好 避免這種 情形發生 看 你就先從這個動作 去練習 就盡量可以完全 卸掉那個 衝擊力 好 之後先慢慢去 邀請你的 迴轉速 大概一開始 你可以像 一開始這樣 慢一點 好 看能不能盡量站起來 好 一半分可能 一開始 會站不穩 站不穩 站不起來 這種情形可能是 因為你的迴轉速不夠 所以說 趴不過去 這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超 增加迴轉速 方面去練習 就是你屁股抬的動作 這個力量要明顯一點 對 這樣可以比較能力的翻過去一點 到上最基本的練習當中 就這個樣子 然後我通常會先做基礎廁所班 這樣 廁所班流程 就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 廁所班 總共有 幾個動作 幾個SOP 一開始就是 你先踩個弓箭部 先踩個弓箭部 然後身體 平向前面 然後 做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 整個身體往下 然後 做腳抬高 這樣的話 你會製造一個旋轉的力量 讓你 能夠 進行一個翻轉 這樣 然後 我們一開始會先 找一條線 對著這條線 然後 整個人站在線上面 然後 就這樣 下去 一隻手先到線上 然後另外一隻手再到 兩隻手握的 會有一點點時間 他就一隻手線到 另外一隻手線到 對著 對著 做麥克風 兩隻 對著 對著 很明顯 啊 如果你一開始翻不過去的話 我們可以先做這個 像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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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等你稍微 感踢起來的話 就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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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能不能先踢到側倒地 這樣 這樣 然後 越來越進步的話 你就可以做 這樣 然後當你能做到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嘗試開始握腳 握腳 握腳 下來 對 然後 接轉腰 下去 轉腰 下來 他整個練習流程 就大概這樣子 然後 你有 趴了的話 你可以找人 然後 我先 演示一下 你怎麼請你趴的 就請他 請你趴的在這邊 然後 然後 扶著你 扶著你的腰 請 你要做這邊嗎 你踩不遠 然後 就其他扶著你的腰 對 這樣 然後 再下 對 然後做一個正直 對 對 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 其他扶著你的腰 讓你不要打不下去 然後 幫助你完成整個流程 這樣 然後廁所換練習就差不多像這樣 這 這動作還蠻重要的 就是 你空板也會 比較常用到 然後 這也是 一個還蠻 有用的運動 因為這算是 練習體感最好的動作 因為你 從 從 手到腳都有用到 算是一個 對鞋調性還蠻 幫助蠻大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 那我一次 看可不可以做個 二三十下 二三十下 對 就當做暖身 一奧前滾 一奧前滾 它其實就是前滾 但是 一奧前滾就是會跳得比較高 其實 大家學習到練習久了 其實都會往前跳 這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因為它的高度比較低 所以 如果我們今天在做五天明的時候 其實 有時候對手在摔我們的時候 它會是有高度的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只是練習 往前跳的時候 就可能會不太過 所以我們今天必須要去練習一奧前滾 讓我們人的高度 提高之後 然後有一個 頭下腳上 頭下腳上 頭下腳上的一個 翻滾的動作 然後它做起來會像這樣 就是可以先找一個 有一個指標 就是 一個目標 或者是任何的東西 你要拿來當指標 然後我們標示 標示 高度必須要超過這個 而不只是單純的往前跳而已 所以 起跳先是那一條排線 然後我們先做兩次 一 這樣子 再一次 就像這樣子 然後它是 主要它是要變成是有高度 因為 例如我們在做一定的 迪比拿給的時候 基本上是把頭往下塞 大概也就是在這個高度 至少就是往下反 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練用一條牆口去練習 起跳 我們一樣是做翻 往前翻 然後起跳之後 一樣身體就有頭到腳上 這時候必須要去示意說 我在整個在空中的時候 可以 去做出一個 就是 兩隻手 保護頭部這樣 往前塵的 不會去說 在空中變成就是直靠爪 就是 怎麼講 比如說 往前 就是變成往前跳 但是它放到高度 我今天躲動的時候 平常就變成就是 真的 而且變成身體是往前 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子 這個跟 這個或許就會跟很多的 迪比拿給它失敗的時候 我今天一定要被坐 被坐到 要往下就是 只是這樣子側面 插在地上而已 那 就是往上 所以開始要慢慢的去示意 幫助 甚至它面對的車子 稍微高一點點 就是 就是 我們就要逐漸去往上伸 逐漸的去練習往上伸 讓你們做出一個 比較好的 餘料性的運動作 然後 而且是 在往前 往上翻過去的過程裡面 有時候 我今天再往下身體 必須要是會去讓它是 指的 不是變成說是像這樣子 就是 這樣 然後就 只有這樣子欸 因為我可能會去 害怕那個高度 而且 就是身體會縮起來 那我排布身體 就讓它變成 起跳線 起來 整個人是 跳躍的 這樣子的過程 我們再做做看 對面就是 起到 然後 彈過來 直接做看就是 是不是像這樣子 好 所以說這樣很像在講幹話一樣 不過這是真的 因為你在翻的過程中 如果你沒有看到 看到周圍的警察 就代表你是亂手 這樣 就代表一件事就是你的 空翻動作沒有在你的掌控之中 這樣其實是 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這樣的話 如果你在突破一個狀況之後 你可能沒辦法突然反應過來 這樣 所以說 希望會 就 等一下就多做了 然後 看能不能 看到 盡量 有那Sense 去看那個 等下先卡一下 先卡一下 因為 如果你當你有一個目標 可以一直看的話 你會有一個 你的集中力會比較 有那個集 好的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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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